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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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救过很多人的命 别跟他废话了 这混蛋要听得懂 他就不是混蛋了 罢了罢了 我叫你叶林斯 当真 我问你 赵家枪的起手攻防 是什么 赵家的基础枪法 攻防各有四式 攻有刺点扫条 防有隔拨驾倒 说完了 说完了 就这些 还有别的吗 你说的这不都是废话呢吗 哪家的枪法不是刺点扫条胳膊架的吗 张家强可以 李家强也可以 连县太野的牙役 村官下面的狱卒 都能实施这些招数了 可笑 真是可笑 你告诉我 就凭着这点招式 能让招式门宗成为威震天下的名门吗 我真的受够你了啊 你要交就赶紧交 别交之前还得耍过帅行吗 胡子 不得无礼 还算你懂点掌优尊卑 姚胡子 对 若不是这里地方小 我早就把你轰出去了 我穿着家门密学 不把你的耳朵刺龙 已经是对你格外开恩了 我太谢谢您了 你说的话我现在一个字都不想听 你们聊 啊 仙总 您刚刚指教的是 舒心同物愚钝仍不能误导 属于赵门宗的独门招式究竟是什么 你说过 在你打黑风的时候 忽然误出了雁灵闪来 那雁灵闪的真谛是什么 首先气运下盘 前步驱 以左宽为轴 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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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问你新访了 我问你 用雁灵闪打败黑风的时候 真谛是什么 出其不意 当时黑风与我和父亲 已对战了数个回合 他早已习惯了枪声与他之间的距离 所以他料定我出枪的那一击 是断然打不到他的 后面 我突然变换步伐 瞬间改变了枪声与他之间的 兼具和方位 他才错不及然地被我打到 最终被击杀 不错 差不多是这么个理 枪法的根本 在于变 变 枪 可长 可短 可刚 可柔 可直弓 也可横手 这是任何其他的兵器所不具备 而变得要义 在一个转字上 将体内之晶元 汇入到枪身之上 让几只元神与笔之器皿相连 这样才能通其形于万数 你只有领悟到这一点 才能忘掉所有的条话 已不变 已万变 晶元 但我一直以为 枪法是靠体术建成的 妙之千里 世人都有晶元 那些妖师们 就是靠着晶元修炼法术 如果我们使枪的人 只是靠蛮力那岂不吃亏 只有用晶元之力 会到枪身之上 变为自己的第三条笔码 才能如笔实指 你试试 但是我从未将进 心疼 你可以试一下气神丹田 感受体内的晶元 再感受外界寒冷的气流融合起来 以阴阳阳 以阳化阴 最后再以真气释放出去 这便是法术修行中 敢引荣放的放字句 敢引荣放 听着耳熟啊 七神教你呢 我自己悟的 说实话 大佬爷教我的 是那支子星来好笔 嗯 没想到 这奇物极的笔也成精了 这都什么事都 看到了吧 这枪若有晶元之力 所产生的威力便会数倍增强 让你对方有多大的力气 也不是你的对手 这么厉害啊 这么厉害啊 当然厉害 当年黑风不知天高地厚地跟我挑衅 我便用这一次 煞大姐给她来了个对穿 他连一招办事都没来得及使出 就这点事又开始 是 杏祖 但这枪参 如何像您刚才那样旋转如风呢 真是笨 自然用你的晶元之力呀 人体内的晶元脉络 就像是一条有着无数分支的江河 既然本质是水 那么 它便可以产生无数种的形态 它可以是一股浪 一条瀑布 也可以是一团漩涡 你若学会操控它 它便可以像漩涡一样旋转起来 然后带动枪身自行旋转 切记 刚者一蛇 为柔者长存 没想到这晶圆还能这么选拥 那是自然 你跟一只笔学的法术不懂也正常 来吧 开始令 今天我一直在想 当年的仙辈们 在这样练义般的环境当中 到底是靠着怎样的意志力 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才得以生存 其实我觉得 这巅峰谷 并非一直都是这样荒芜 可以 剑哥 你们看这周围 到处都是枯木残枝 礁石山岩 仿佛是一瞬间被摧毁的 这巅峰谷之前 肯定是一片枝繁烟茂的森林 你的意思是 五百年前此地并非如此 是经历了那场大战之后 才变成如今这个 地貌的 没错 当年仙祖斩杀妖地后 妖地之血 变成烈焰明海摧毁一切 这巅峰谷 应该就是从那时候开始 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当年的惨天 难以想象 确实如今奇怪得很 白天上个火炉 晚上上个冰柜 不知道星空和虎子他们 耐不耐得住 国王 你山林千语国众人来此 肯定不能出任何茶区 现在外面黑洞洞的 万一陷入流沙之中 那就不太好了 那他俩怎么办 萧云子说得没错 雨倩 你在这儿好好休息 养精蓄锐 我跟莫姑子 先去前面探探路 当下这个情况 你们也一样凶险 耽误不得 一起去 那就一起去吧 你现在根基太浅 虽会控制警员 但想达到人枪合一的境界 还差最关键的一招 看好了 搬到了吧 这便是京元之地的妙月 如风如水 以无形而生有形 这与巅峰谷内的流沙地 很是相似 没错 你眼睛挺尖的啊 这流沙之地 似乎蕴藏着 整座大山的能量 所运转的 和我说的 殊途同归 不是老祖宗我不教你 要想让这京元之力 施放自主 不练个十天八天 是肯定不行的 慢慢琢磨吧 陈尹传 toր 蓝眼融蜂 如风如水 有形似无形 刚这一蛇 柔这长寸 你要懂得控制好晶圆的分寸 火作水会变成洪灾 会冲毁地坝 即便枪再好 也经不起你这么折腾 万别明白 好吧 赶紧拿枪去吧 是 这是什么 这是白药 能钻土入地 它的弱点是耳朵 他们数量太多了 仙库不行 那咱们办 要不快撤 换点路 没事 只要不发出声音 他们就不会惊喜 走 行是这么个行 但想要行身兼备 以你平平的资质 还得练上个十年八年 不过以你现在的本领 打碎一面区区的石壁 还是不在话下 行吧 算你练成了 带上你的小青老走吧 多谢先祖的教诲 心头莫尺难忘 我现在总算明白了 自己之所以还有一丝原神尚灾 就是为了五百年后 跟子孙相遇啊 也好 反正这破试洞我也呆腻了 就由你 向赵氏的绝学传授下去 记住 这次不准再失传了 是 陈总您 陈总您 还有淡 Maggie 我们 تو赶紧 秦東 你可以的 我相信你 这就是燕灵磁的威力吗 你这个仙祖有点本事啊 心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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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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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都在 我好困 不要睡 心童 马上就到了 坚持住啊 你是三军统帅 大家都等着你呢 胡子 我好困 我们走了多远了 走了好远了 马上就要到了 入云村 阿宝神 武龙都城 剑鱼谷 我 我们都到巅峰谷了 我们真的走了好远 对啊 我们走了好远 都是被你带领的 你不能睡 我们还有好多事情没做 我还有好多话没跟你讲的 你现在说 我在听 好 我现在讲给你听 你不要睡 你还记得 来之前的那天晚上 看星星吗 记得 其实那天 我是想跟你说 如果我们都变成星星了 我会变成你身旁的那一刻 不管你在那儿 我都会照耀你 我都会照耀你 你还记得 看星星吗 我永远陪着你 但现在 我们要一块走出去 好吗 好 等我们出去之后 回到八宝镇 我会在赵府门口 开个小饭馆 每天你练完工之后 来到这里 我给你做几个好吃的 你喜欢扶桑花术 我们就种满扶桑花 别喝酒 别赏花 你愿意呢 我愿意 后的片刻温情 辗转又窜 等一人长梦复生 对比的爱 忽然一尘 有太多寒与烟 灰魂 若是深情这算 再不乱想 输一世 遥远 我们已经走那么远了 尖峰谷这么大 有我们几个去找虎子和新童 无疑是大海捞针 大海捞针怎么办 就算是大海捞针 也得找到他们 别误会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只是觉得 咱们一路走来景色都在扁 我们好像一直在原地打算一样 所以我很着急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的风景 和我们于屋里一旦相遇之前的风景 很像 小雪 刚才你在这里是不是画的箭头啊 没错 这箭头确实是我画的 但这箭头 怎么会掉了个个儿 整个岛掉了个个儿 整个岛掉了个个儿 看来过了两个时辰了 那我们现在往哪儿走 这条路是我们之前走过的路 而这条路是我们过来的路 眼下只有这里没走过了 走 且慢 前方道路有中空地带 我们贸然前行会导致地线 可是 这儿跟之前走的路并无区别 小心 你怎么会知道 你们看 那里 曾有干涸的河道痕迹 说明地下曾经是运有水源的 河道枯竭以后 便会导致地下产生空心地带 我们走上去便会导致地线 这就难办了 那既然此路不通 不如我们绕到二行 不 这周围都是高山 我们若是翻山越岭 不知要花多少时日才能到达了 若是被妖怪埋伏的话 就更容易被打散了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我们居伦国也有很多这样的沙地 所以偶尔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你们看 这些藤蔓和草木都洗音洗水 而且对水的需求量非常大 所以他们生长的地方 一般都会有地下河流 也就是说 只要避开这些枯枝烂叶 我们贴着山走 就能规避地线 是这个道理 但不绝对 还要靠 听 听 是 我们居伦国有一种专门探测地下河流的工具 长达枪 大首领 拿工具探路 好 怎么样 地面地区是中共 唯有势必一策 回音较小 那里可能是咱们唯一的出路 好 那就在前面带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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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童 虎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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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 在那儿 你们既然远道而来 便好好欣赏一番这儿的风情吧 真没想到 这满是沙漠之地 竟有如此一出奇景 奶奶 小薰 奶奶 是 他们怎么了 他们道于妖怪突袭 还好没有伤到脏腹 二掌柜 在 让大家在这片空地上原地休息 是 所有人随我前方休息 我先带他们下去疗伤 嗯 拿着 我再帮忙 小心 来 小心 奶奶 我们到巅峰谷不到一日 就遭遇这么多袭击 恐怕 这缺色瀑布里面 会有什么机关 我们就这样过去 怕是中了一枚的下坏 何则生 分则死 若是走散了 反而更容易被一枚逐个击破 眼下 一暗我明 唯有我们群策群力 闯她一遭了 奶奶所言及时 越是危险的时候 就越不能乱了方村 是 幽潭谷 幽潭谷是 我曾在流传的典籍里 听过这个名字 据说 是白虎的栖息之地 那那座山 应该就是妖地之所 双生山了 屏昭谷 有 屁股 有 這些是 宣别 我跟你说 双生山 你 你 是 我 有 你 我 我 是 对 在 在 我去 董帅他怎么样了 还不需要休养 尤其是赵董帅 他的伤比较严重 他是为了救我们才服伤的 当时应该留下的 你也不用过于自责 我们既然选择来到了这里 伤亡是在所难免的 孟姑子 奶奶要我把这个给你 太好了 是上好的良药 如此一来 有个一天的时间 他们就可以恢复霸诚了 当时我们要是再晚到一会儿 他们就彻底被埋在沙土之下了 我刚刚帮他们诊断的时候 发现他们体内的晶圆之力 好像有了十度的长进 像是原来 细流般的晶圆脉络 如今朝着一个地方汇聚旋转 想要汇成一条大河似的 也不知 他们之前到底经历了什么 那就好 你怎么了 我 掏电风谷之后 我这混灯 闪烁得越来越激烈了 这几日你的力量消耗太大 加速了元神的消散 如果你的元神不能马上回归肉体 恐怕成不了几日 我知道 但是颜跟医美不置身在何处 而这电风谷又处处暗藏杀机 我们 我 我 我 你们也听见了 嗯 什么东西 这花生的古怪 必定有诈 大掌柜 咱们四处守卫的妖师全都不见了 营地面前出现一大片白色的山茶花 这些花白天还没有 果然不出我们所料 有人想阻止我们靠近雪色瀑布 奶奶 你说这山茶花 会不会是一枚所舍 当日扶龙大乱时 我与他交战 他居所处种的都是山茶 除了他没有别人 终于要找到他了 二掌柜 你通知大家不要靠近这里 等天亮之时 我们再一探究竟 是 方才 我看到这山峰上有荧光闪烁 不知和这阵法有没有关系 奶奶 我想先带一队人马 探一探 一旦这阵法结成 再破就来不及了 好 莫姑子 你与他一起去 这样你们还有个照应 是 是 这寸草不生的荒地里 怎么会突然长出来 一片山茶花林 不是突然长出来的山茶花林 而是这些山茶花 包围了我们 别动 不要触碰那些山茶花 一旦触碰 他们会放出芝麻捕食 我想起来了 这是一种独特的异株 名为迷魂花 我听家里的老人说起过 日出红花 射人魂 月出白花 吸人血 朝夕之间皆凶悍无比 这种异株已经绝迹了上百年 没想到 在巅峰谷更生了 莫营帅 果然是见多识光 姨美 齐公子别来无恙呢 怎么 不习惯本座精心为你准备的那副躯壳 竟又换了个身子 等等 莫营帅 还是老样子 你手上所带的 是西门苗苗的千丝万缕吧 私人已逝 你却仍是痴情不改 真是让人感叹了 别冲动 这山茶花镇 分明就是他设的陷阱 意再引我们进去 别中了他的计 所有人 迅速撤回营地 是 是 朱军又何必来去匆匆 既然执意要走 就让这茶花林 送送你们吧 他走 分明 如果 你们 为何 春岛不招 讨李极 遂寒不寿 百花青 说的就是你吧 没关系 主人 主人 这是你最喜欢的山茶花 我把它带回来了 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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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后不会再让你受伤了 没事吧 没事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之前在都城对付风妖的时候 你还说我拿性命不当回事 那你呢 在他们眼里 你是三军统帅 是大师帅 但在我的眼里 你就只是心痛 你答应过我的 我们得活着回去 你说的我都记着呢 你真的会在院子里 种满我喜欢的扶桑花束 会的 等我们打完这一仗 我们就一起回八宝镇 好吗 这山茶花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是啊 大掌柜 大哥 骨子 心童 你们怎么来了 好点了吗 多亏了您的药 我们恢复得很快 那也不可操之过急 还是要静养才是 尤其是心童 是啊 没有啊 各位放心吧 我已无碍 这巅峰谷处处都是危险 我们等待的时间越窘 却越被动 还是赶紧商量下一步的对策吧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眼下我们要解决的是山茶花 山茶花 对 就在你们昏迷的时候 又发生了惯事 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冒出了很多白色的山茶花 而且他们的藤蔓还会肆意伤人 阻止了我们前往雪色瀑布的道行 现在大家都为此事正在发愁呢 应该是一枚布的法阵 一枚来过 没有 但小萱已经带人 在前面一探究竟了 那这山茶花法阵可有破解之法 还在研究 此花生长速度极快 刀砍 火烧都无济于事 很快又会从土里冒出来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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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救命啊 阿牙 小心 你是我阿牙的男人 我不会让你死的 没事吧 怎么回事 不是让你们不要靠近这些山茶吗 我没靠近 刚才出来小姐 这些山茶花就从我脚下冒出来 把我缠住了 那些山茶花 快靠到营地里去了 刚才还相缺百步 一眨眼的功夫都开到这儿了 这个阵法在不断变大 不知道小萱他们到底怎么样了 我去找他们 不可 此时踏入这山茶阵法 无意是送死 再等等小萱他们吧 对 这些藤班的蔓延速度实在太快了 得让大家马上后退 好 快点小心 快点走 没反应了 怎么还变色了 小心有诈 先不要靠近 好香啊 好香啊 怎么回事 大长官 那些山茶 突然间变成了红的颜色 还散发出很香的味道 凡是吸入者都不省人事了 板砖吻了一下就这样了 您快看看吧 是中毒了吗 不碍 只是昏睡过去了 板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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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叫他了 约莫者得一个时辰以后才醒 我们现在离山茶法阵有百步之远 但一旦起风相位传过来 全军将会陷入昏迷 这到底什么花啊 这么歇歇 迷魂花 你们怎么样 你们怎么样 我们还好 板砖吻了一下花就这样了 轩儿 你们有什么新发现 这山茶花阵是一枚所射 我们在前方遇到她了 你们碰到一枚了 没错 她故意引我们入镇 没办法 只能先退过来 你方才说 那是迷魂花 不错 我也是因为看到她 白天一晚两种形态 才确定她就是迷魂花 相传 百年前有人培养了 此种山茶艺术 并以此花研究出独特法阵 此花白天为红色 会释放出特殊气体 使人昏迷 夜晚变成白色 花蕊中有骷髅图案 虽然没有了白天 制人昏溃的气息 但是其根茎和藤蔓 就会变成杀人戾气 将人拖入地下 成为滋养她生长的花肥 这一枚可真够阴毒的 我听闻过这种法阵 没想到一枚 居然用这种法阵 来对付我们 此阵可以破解之法 此阵失传已久 凶险异常 白天和晚上都不可靠近 刚刚说 这山茶花白天为红色实 没有攻击性是吗 不错 但是人一旦靠近 就会浑水晕倒 我有一法 我身体异于常人 没有嗅觉神经 闻不到花香 白天我可以一路前行 找到阵法关爱 攻破此阵 不可 你原神健弱 不能单独行动 这法阵特殊 不知一枚在此设了什么陷阱 是啊 绝对不可 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要去也是我陪你一块 这样 我有意法 只需将银针刺入后颈穴位 便可以短暂地封住嗅觉和味觉 免疫迷香 而且 这山中 必有一株是山茶母体 其他的山茶花 都是依附他耳生 万无皆有阴 万无皆有根 只要我们找到这株母体 将其铲除 便可破此法阵 不愧是墨骨子 怪招就是多 那赶紧赐吧 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不行 你伤还没好呢 我已经好了呀 那 那也不行 你刚刚不是还说 活着就一起回去 死就葬在这儿吗 你退缩了 话 话是这么说 那不就得了 一枚鬼诈多端 这次你们切勿冲动 我们开始吧 真的闻不到了 莫无子 你真神啊 你们见到一枚的时候 见到那个盐了吗 没有 就一枚一个人 我们都已经等到三天了 之前一枚一直与盐在一起 怎么这次没有她的踪迹 她肯定藏在哪儿了 这次不要手软 见到她把身体抢回来 等我找到她 我会跟她聊一聊 她想不想跟你聊啊 她可是不顾手足之情 把你困在木偶里啊 话不能这么说 八年前我合唱不是把她 困在环境之中 等找到一枚找到颜再说 我们还有多远 你应该快到了 大掌柜 与其这样罪以待毙 不如让大家先往后撤 要起风了 我们撤退的速度赶不上风的速度 这迷香吹过来 撤退途中昏倒 到了晚上腾漫袭击 我们毫无反击之力 那怎么办 实在不行 我带人过去把他们砍了便是 没用的 他们还会找 二掌柜 在 你配合我在这里布下结件 让将士们在结件内不要出去 是 结件 这结件能撑多久 到晚上没问题 麒麟参 你一定要保佑扑子他们平安回来 我 什么也闻不到 太难受了 天快黑了 按照出发的时间算 我们应该快到了 那这母体应该就在前面了 赶紧走吧 不要怕 别忘了你是为了救你爹 才来的巅峰谷 不要被这点威胁吓倒 我没怕 这要是明刀明枪 跟要协对战还好 但这些话太邪门了 一会儿迷笑一会儿疼慢的 都不知道怎么对付 那你这胆量还真该练练 学着虎子他们 冒着生命的危险驱疮法阵 他们的处境比我们危险得多 他们不一样 阿娘可是虎子 什么 糟了 程金年 继续修好了 大家别慌 二掌柜 你安排人将这些晕倒的药师 先带回营章 是 你 我 你 你 我 浊浊酒入怀 曾有前路之际 今朝今与你粗细 莫瑟里 你若为山我为礼 明阴霾 然而相逢温柔 万难皆白今夏 居上不忘对我 才精确 曾让我破茧的 并非道光 而是那 那一句你要陪我说 我出人间随 还有我 懂你的无畏 我每个 万年解剖你依然有我 我护过为何 因为你我才敢执着 狂奔着踏过着大漠 我出人间随 还有我 懂你的无畏 我每个 万年解剖你依然有我 我护过为何 因为你我才敢执着 狂奔着踏过着大漠 我还要带我 マ国电视迈 我每个人就被告人 那天啊 我每个人都被告人 我每个人都被告人 啊 我也是 我每个人都被告人 我被告人 我导pt 我每个人都被告人 我被告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